大家好,我是可樂果白的蘇莫芳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從前從前有一隻蚊子 名字叫波泰 它會傳染噴火病 波泰最喜歡吸《愛生氣》 叫人的血量 古怪古的阿古力很愛生氣 今天一大早阿古力就被波泰盯了一包 它當然非常的生氣 它大吼一聲 沒想到噴出了大吼 大吼把他家燒了一半 這是我看過火器最大的怪獸的波泰說 你知道一隻怪獸會噴火有多麼不方便嗎 它的漢堡變成燒焦的炭飽 它也不能摔牙了玩具也 連鄰居也產燒到它的毒火 一會兒功夫 它就燒掉了一間房間和兩棵樹 和三個兒童打噴嚏的時候 還燒到它的好朋友吉普拉 國怪古的居民都不敢接近它 它想辦法把火煙氣泡在水裡 應該可以吧 好燙變火鍋熱了 國怪古的居民都飛快地跑上岸 泡在水裡不行 埋進沙堆試試看 阿古力想 要變火鍵 在冰箱裡應該可以吧 吹洗它 因為它以為在過生日吹蠟燭 阿古力想 博太說 沒辦法吧 又氣又餓的阿古力 相信了 哭了起來 哭了好久好久 沒想到 鼻水和淚水竟然把火焦醒了 太好了太好了 阿古力笑了 當然其他的人就更高興了 奇怪 它怎麼知道 又哭又笑 大火熄掉了 博太要去尋找下一個目標 H找到了 這故事在告訴我們 不能愛生氣 謝謝大家 我的故事講完了